匈牙利外交部长Peter Ziger II说 匈牙利将继续以欧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费用 结束了几天来 关于匈牙利可能以卢布支付的猜测 因为这一决定可能违反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 匈牙利国有企业MVMZRT将继续向Gasprom Bank电汇欧元 然后由Gasprom Bank将金额转为卢布 匈牙利外交部长Peter Ziger II周一 在Facebook上发布的一个视频表示 匈牙利外交部长Peter Ziger II提出的解决方案 似乎只在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计划保持一致 即在不直接汇入卢布的情况下 确保俄罗斯天然气供应 与普京关系最密切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 上周告诉记者 他认为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支付卢布没有问题 这加剧了人们对匈牙利可能打破欧盟 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实施的经济制裁的猜测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初要求用卢布购买天然气 作为对不友好国家的报复行动 以报复西方的全面制裁 欧盟的很多官员均表示拒绝这一要求 称此举将违反此前签署合同的条款文本 此后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一项总统令 概述了允许外国买家通过一家俄罗斯国家控制的银行 将其美元和欧元兑换成俄罗斯货币的机制 这些国家将通过这一机制 将欧元或其他货币由一家俄罗斯国家控制的相关银行 转换成卢布 然后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 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